我就是一个很怕输的人 然后我就会就是很努力的在经营我的肚地啊 欢迎收听夫妻全聊起 我决定现在每次都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就是我不要跟任何人说我要怎么讲 任何人也只有我 你也只有这个对象而已 没有我跟你讲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开场 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为这个频道有设任何框架 就是当我们每次 像我们这礼拜一就是聊了那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之后 我们就感觉好像有背负了一个社会责任 就是我们这个频道要讲一些很有言之有误的东西啊 没有吗 然后 我没有这样子的抱负跟期待吗 没有耶 没有 我跟你讲 我真的就是开这个频道 我就想要疗愈我自己了 你日爽了 拜托我要在10月底前完成48集儿童节 真的没有人要关心吧 所以我就想说我真的是觉得没有大纲什么也可以 好所以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列主题大纲各种都没有 但是他应该会很好奇我们都是怎么样录对不对 是不是有什么主字稿什么 没有 真的我们就是就是列一个大主题然后可能会谈到哪一些细节 然后就是就列很小很小的小标题 然后就是连要讲什么话都是都就是绝口不提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访问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多来宾他们会很紧张 这样子应该会很不好吧 现在很多的确很多podcast 他们是这样做 哈哈哈哈 他们是这样做 就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准备 我觉得就是那个要把一个主字稿就是呃讲的好 或者是流畅让人家觉得好像没主字稿也蛮不容易的耶 对啊 因为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就是在分享说他怎么样制作 然后他就说他会先列小标然后就自己试着讲一遍 然后但是录起来 然后录起来之后再把他那个之前就是那个音档 然后就是再打成一个什么主字稿 然后就是再修整一次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个就要花很久的时间啊 好麻烦 对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那个麦克风的 我们就直接对电脑讲 对我们还没有麦克风 对虽然说我今天听了很多其他的podcast的节目 真的觉得他们音质很好或什么的 我觉得的确是有好的设备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意识到我在录音 对其实我现在我现在都觉得好像没有在开mine的感觉 就是我们就对着一个电脑荧幕在聊天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今天忽然想到就是我我们前前几集不是都在讨论就是 夫妻吵架和好什么的吗 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其实 我觉得做podcast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值得给夫妻来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两个人的讨论 有意识到有第三者在听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会变得比较理性 然后会变得比较 不至于会失控到大吵 可是你不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包袱吗 就是好像大家都在关注我们之间的感情的感觉 没有没有 我是说你要针对我们在吵的事情 要沟通开来的时候 就是像我有认识 就是基督徒的那个夫妻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他们就会先冷静 之后他们就会一起祷告 那我觉得祷告的感觉 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在podcast 就是讲给上帝听 讲给听众听是差不多的感觉 其实重点是 你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现在有一个人在听 虽然那个人不在现场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集体的祷告大会的感觉 对就是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刚才要做出一个祷告的动作 他刚才被两只手交握着 对就是听众你们就是我的神 什么啊 所以你是觉得说 请垂听我的祷告 做节目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很疗愈 对 我跟他讲真的是这样 因为像我们广播人 他们常常会有 就是主持人 他们常常在录音间都会面对 特别是那种单口的主持人 他们每次在讲话的时候啊 他们常常就会陷入一种好像 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开始有点冥想 反正就是他眼睛会闭起来开始讲话 然后呢 我们旁边的人都会觉得 你好像真的有点像是在 不太对劲吗 对就是有点像是 你前面有一个灵地 又来 对啊 但是其实他们会想要营造出 就是那个说话的环境 是其实他有一个对象 但是其实这个是需要训练 特别是单口很难 对啊 我觉得很难 对像单口的话 他比较跟谁说话 对 单口的话 你其实是很孤独的 就是你是在创造一个场景 对 所以你有时候 B上眼睛会比较能够入地 那个状态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 看着彼此就好了 对啊 还有说我们会觉得就是 广播是一个很神奇的行业 就是你一直都是很孤独的 就是你在讲那个话的时候 没有人的feedback 但是其实当你在对空气说话的时候 你要去想象谁在听 然后他怎么回应你 这些节奏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对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夫妻一起来做podcast 会增进两个人的关系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父母 亲子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有一些 比方说 可能默契没有那么好的朋友 或者是伙伴 然后一起做一个podcast 然后感觉是一个任务或是工作 然后为此就是花费很多心力 那可能会因此有一些 就是认知上的落差或口角 这样不是更不好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当我们在拼持沟通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 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彼此的 节奏和默契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在podcast的前面的时候 你会一一现行 然后你还会去检讨彼此的关系 我觉得我是 我看这件事情是比较积极面的 就我觉得相信 人与人之间其实永远都有 你可以去改善的关系 像我们两个其实我们目击很好嘛 但我也会发现 我在很客观的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 就是你讲的那个话 然后我就会说 对 然后我就立刻唱一话题 就不想管你 都是这样对不对 可是还好啦 我觉得我们算不会 不算是会特别抢对方话的人 的一对 那个主持人吧 对啊 我有听过 你知道千百种 我今天来讲 你看我就是录了这么多来宾 我有碰过哪些 就是让我觉得很不知 你今天真的很慢谈 因为蛮有趣的 那叫什么下标题 好首先就是 那个叫什么 语言矮 你有听过哪些很 让人令人发指的语言矮 其实我本身就有啊 我有啊我们都有啊 就是 我们常常在讲就是 对 还有那个 对 之类 好 然后那我有遇到 就是像譬如说 有一个来宾 他就很喜欢讲有没有 好 对对对 就是好 我现在来讲 我现在来学一段他的那个 就是譬如说 诶 我跟你讲 你有听过那个 最近有一个podcast有没有 那个超近心裁有没有 你家问我问题啊 有没有 快点快点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 哦 这个节目啊 就是 你有听过 那个调酒有没有 那个真的是我最近 最近超级喜欢有没有 哈哈哈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 然后我一开始他剪的时候 原本想说 好啦就是一试一试剪 一些一些 后来发现我真的完全剪不完 因为他就是直接把它变成一个这个余味词的意思 对 完全黏在那里 真的 真的,我覺得這個真的超酷的 不用剪啊,他個人特色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什麼? 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頭 等一下,這個是那個主持人嗎? 我不要說 我是主持人對不對? 是我知道那個主持人 不一定 反正有人這樣說 你是說他是來賓嗎?他不是主持人嗎? 我記得你有跟我提過這個主持人 對 好 那你要不要示範一段 就是在你這個整個夢想的整個過程裡頭 你有沒有經歷一些 就是一些在整個過程裡頭 就是非常非常一個很很奇妙的一個過程裡頭 你到底在說什麼了? 好奇怪喔 然後我覺得很酷 那我覺得我們的語言還算是很輕微的了 對 但是還有那種節奏很不搭的 節奏就是 你是說雙人主持嗎? 節奏很不搭 不一定 可是來賓是很快的 然後就是主持人很慢 那也有 欸那怎麼辦呢? 沒辦法 那就會變成是忽然就是切換頻道的感覺 就譬如說主持人就會很急很急 然後那個人就很慢調私立 但是主持人又很想要打算 欸他這樣很厲害耶 那個彈式就是可以有自己的tempo這樣子 對然後我有錄過就是兩個主持人都非常慢的 慢到我以為異常播出的 那可以把它調1.5倍數嗎? 好 歡迎收聽 阿明 阿明